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左边右边就让人很伤脑筋 记好了来看这幅春联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面对门右手边的这一边叫做上联左手边则是下联 但是上下联的左右边该怎么分 只要看最后一个字寿与门记住口诀四声众音贴右边 万一左右贴错可能会一整年没大没小 长幼无序大小不分 所以在家里边可能大人讲一句话 那小朋友可能讲了两三句 不只贴春联还有这春字符字能贴吗 坊间说法恐怕也是众说纷纭 因为有意说贴了春字结果招来烂桃花 真的是这样吗 家里边的窗框之上窗框之上就是春到了 所以你要贴反过来春到了 也有人这样子来贴 不管贴春联还是贴符字 一整年的最佳张贴时机 除了小年夜的傍晚或者除夕当天一大早 绝对要避免入夜才张贴 因为天黑才要晒棉被只会徒劳无功 至于家有丧事的人家 扶桑经过的这个新年就不能贴春联 你如果说在旧的年度里边 可能你认为我公司的业务 或者是我个人的这个度式 相当的不错相当漂亮 好那可能你就不需要 象征避邪逃福或用来下走年寿的春联 张贴询问何其多 一年就贴一次 仅剩其事才能贴出好运 3075台中苗栗 综合报道